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會 話說巧兒為了救寧樂宇 用自己的身擋住王中葵必殺一招 而寧樂宇也借助下品靈石 強行啟動傳送陣 傳送到一座高聳入魂的山峰 當他做一次睜大眼的時候 見到的就只有巧兒已世的容顏 他能夠為巧兒做的就只有埋了他 和黑一座墓碑 愛妻王巧兒之母 這個時候 本來萬里無雲的天空 竟然不知道幾時已烏雲密布 還開始時哩沙沙沙沙落起雨上來 寧樂宇慢慢站起身 擔高個頭 看著天 此時此刻 他一对眼已经变成了 好得人惊的血红知识 他对着天在大叫 老天 你为什么要代我凌落于如此不公 身举九阳绝密 每日饱受一次折磨就算了 自己所敬爱的师父 竟然还要拿自己做祭品 祭奠那些所谓的神灵 就算这些我上海人 但为什么你要令我爱的人离我而去 关心我 爱护我的人 全部一个一个都离我而去 告诉我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我不服 我不甘心 你既然执意地待我 我逆天而为 有何况 凌落于抹大喉咙 声音响着天地 天地之间 好像只剩下 那个孤直销售的身影 一次又一次地大声倾诉着 对上天的不甘 和对命运的不服 就在这个时候 有几声惊天雷夹杂着闪电 就在凌落于身边没多远的地方打下来 或者只是偶然 又或者是上天警告着那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人 哇 天雷的威力 你猜说笑的 比雷劈中山峰 这个时候乌黑一片 而凌落于呢 继续神情轻滅地望着天 眉头都没走得走 他继续在这儿骂了 照我不死 我就要逆天而行 你又怎么样 有胆的话 现在就劈死我 而正在一句大声疾呼的时候 在没多远 有棵青虫上面 就是一条 很丑陋的毛毛虫 那条毛毛虫 在一声声惊雷底下 竟然 慢慢 慢慢地 就退下了他身上 那股丑陋的外壳 化成了一只五彩斑斓 很漂亮 很漂亮的蝴蝶 那只蝴蝶呢 在凌落于的头顶上面 兜了个圈 翩翩起舞 然后呢 又忽高忽低地 飞向远方 凌落于 看着那只蝴蝶 眼光月发凌厉 他继续站直身 好坚定地望着前方 暗自发誓 我凌落于 从今天开始 只为自己而活 什么天地良心 仁义道德 统统都抛弃不要 我不惹人 如果人家一定要招惹我的话 就算是死 我都一定会赶尽杀绝 一次又一次的挫折 打击 终于令到灵乐宇的性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按照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 就是主角黑化了 只不过黑化了的主角 不知道是福是和 不过他这种转变 可能会帮助他 在这个弱欲强食的世界里面 可以更好地生存下去 好了 发现完情绪之后 灵乐宇开始冷静下围 他望望四周围 开始发觉这座山峰有点不尋常 怎样呢 按照常理来说 通常那些高耸入云的山峰 高出不升寒应该是很冷才是 但现在灵乐宇不单止不觉得冷 反而有一种兴趣的感觉 这究竟是哪里来的呢 灵乐宇又开始万无目的地一边走 一边打量到周围的事物 向前走了十几像之后 他竟然觉得那种气和气的感觉更加强烈 难道那热气的源头就在前面 嗯? 灵乐宇又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向前面走过去 又走了大概几百像左右 灵乐宇忽然之间觉得 地面上的山石颜色越来越鲜艳 哇! 放眼望过去 整块地都是鲜红色的 他执起碎石望望 不由得走走眉头 这块石头 是火山石来的 虽然灵乐宇从来没见过什么叫火山 但他从一些典籍里面 知道有这种火山石的存在 他也知道有这种火山石的地方 就算不是一座活火山 起码也曾经是火山 哇!在这里是火山? 那会不会突然爆发? 突然爆发的话 那自己就死定了? 灵乐宇唯有苦笑 唉! 怎么自己的命生得这么苦呢? 他正准备转身走 突然之间又看到 没多远的地方 有一个黑色的洞口 而且 里面不停噴热气出来 显然那里 就是这座山顶 兴盒合的沿泉 灵乐宇慢慢走到洞口 桑桑下面 咦! 洞口不是垂直的 是一条斜路来的 更加奇怪的就是 灵乐宇 觉得里面 好像有些东西 在呼唤他 叫他进去 到底要不要进去呢? 他这个时候 就有一些十五十六粒 虽然自己答应过考仪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但是我这身体 也不知道可以支持多久 但是还有什么可担心呢? 都说富贵险中求 可能进去看看 说不定 可能有什么大的机缘呢? 灵乐宇 苦笑一声 把心一横 就顺着山洞口 一步一步 慢慢走下去了 都算灵乐宇幸好 山洞里面 就不是黑黑黑的 山洞周围的山壁 都是火红色的 隐隐透露着红光 虽然光是很微弱的 但是足够灵乐宇 看清楚周围的景象 那山洞 不知道有多深 反正灵乐宇 已经走了足足有两个时辰 竟然还未到底 不过他觉得 越往里面走 温度就越高 又幸好 灵乐宇 就长年经受着 九阳绝密的折磨 对于那种灼热的高温 早就已经有些习以为常 虽然他现在觉得很热 但是就不是这么恶顶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第87集 地心火墨得其真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会 话说灵乐宇强行发动传送阵 将自己和巧怡的尸首 传送到一个不知名的山峰上 埋葬了巧怡之后 他发觉这座山峰很古怪 不冷的 反而有点兴奋的感觉 原来这里是做火山来的 之后灵乐宇发现 座山峰上面有个山洞 是斜着下去的 越往里面走 温度就越高 整整走了将近两个时辰 还未到底 只见这个时候 灵乐宇全身大汗突小汗 原本苍白的面容 已经蒸到整面红薄薄 甚至有一种 快被敲熟的感觉 说回山洞里面 路渊然曲折 还有很多分叉路 灵乐宇这个时候 只是单纯地顺藏着 心里面的神秘呼唤声 靠自己的直觉 一直往前走 越走到下面 地势越来越开阔 而那把神秘呼唤声 都好像越来越清晰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行行重行行 在地洞里面 灵乐宇已经足足走五个时辰 就算这座山峰真的高耸入云 灵乐宇这个时候 可能已经走到地深 再走多没多远 灵乐宇确定自己一定去到地深 为什么他这么肯定 因为他面前出现了一条河 准确来说 不应该叫河 因为里面流的根本不是水 而是火红翻滚的岩漿 而那把神秘呼唤声 灵乐宇很清晰地感觉到 在岩漿的底部 哇 里面究竟有什么叫灵乐宇 灵乐宇这个时候已经不想知道了 因为他根本也下不了去 他试过一下 他扣了一块石 扔在岩漿里面 看上去 堅硬无比的那块石头 都没碰到岩漿 还有赤嶺高的时候 已经烧到溶化 等到接触到那些不停翻滚的岩漿的时候 直接灰飞烟灭 灵乐宇深想 走了五个多时辰 真是浪費心机熬眼睡 他小小声就吓了一句 唉 真是费气 白跑了那么久 没办法 就算明知岩漿下可能有宝物 灵乐宇根本就没办法下去 下去就只会死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灵乐宇畢竟是个聪明人 根本不会这样做 喊声叹气了一轮之后 灵乐宇就准备掉头走 忽然之间 他又停下脚步 因为他突然感觉到 好像有些七彩光芒闪了一闪 他仔细观察了半天 有发现了 灵乐宇直向左边的方向走过去 左边的通道上 照舊都是那些火红色的山城 唯一不同的就是 通道的墙壁上面 有几个好像手指弓那样大小的洞 而灵乐宇所发现的那几细七彩光芒 正是从那些洞里透射出来的 灵乐宇就把那洞里看进去 不觉有事 然后他伸手出来 轻轻敲一下那些石壁 一般来说 如果石壁后面真的有景滚的话 你敲出来的声音 有实心声和空心声 那些声音肯定不同 但灵乐宇敲来敲去 整棵墙好像都是实心的 灵乐宇就皺眉头了 怎会这样的呢 没可能的 忽然之间 他看到脚底下 有一块碗口那麽大的石头 他就收起来 准备扔到石壁那裏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 只见灵乐宇刚刚搬开石头 那一棵石墙 忽然之间 好像那些自动门似的 就向两边分开了 一个刚好够一个人通过的洞口 就出现在灵乐宇眼前 灵乐宇心里面欢喜 他没有再犹豫了 直接就一步抱进去 进去 进来里面是一个小墨室 墨室里面只有一个袍团 而在袍团上面 歪歪斜斜地 打横躺着一具骷髅骨 看到那具骷髅骨 灵乐宇就打了个凸 接着就很失望 唉 还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贝 或者会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 都不顶 谁知道进来就只有这样的东西 不过紧接着 灵乐宇的目光 就被那具骷髅骨吸引住 只见那具骷髅 全身晶晶剔透 好像有阵七彩流光在那里涌动 灵乐宇见到这样 就若有所思掩下头了 我想 之前外面见到的七彩流光 应该就是这副骨发出来的 忽然之间 灵乐宇见到 那具骷髅左手上面 在食纸那里 竟然是带着一只戒指 一只看上去骷髒的戒指 什么来的呢 嗯 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储物戒指 那 关于储物戒指的介绍 之前灵乐宇在元朔中的藏经缸里面 都看到一点 不过储物戒指这家东西实在太稀有了 插匀了整个元明修仙界 都找不到几只储物戒指 难道自己真是这么幸运 撿到宝 好 灵乐宇这个时候 强压着心里面那种蠢蠢欲动的好奇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那具骷髅骨旁边 手阵阵地 轻轻地把那只戒指 从骷髅的左手食指上慢慢取下来 灵乐宇看过书的 书里面介绍的话 一般来说 这种储物戒指 只要你滴血就可以认主 不过如果他本身有主隐的话 就只能够运用强横的收围 勘生将储物戒指 以前的主隐的印记抹走它 当然如果你收围不够的话 就算你无意中得到这种有主隐的储物戒指 你都得物无所用 很难将它打开 不过灵乐宇真的非常幸运 因为那只储物戒指的前任主人 很明显就是那具骷髅骨 而那具骷髅骨 就已经死到透了 也就是说 这只戒指就是无主孤魂 于是灵乐宇轻轻地咬损自己的食指 突然几滴鲜血上去 刚刚接触到灵乐宇的鲜血 那只戒指忽然凭空消失了 緊接着它又在灵乐宇食指上凭空出现 灵乐宇开心 成功了 这种方法果然有用 它即时眉眉眉眉眼 用心感应一下戒指里面有什么 很大 这只戒指中间的空间真是很大 就算装下整个五元峰也没问题 虽然以灵乐宇的见识 他搞不清楚这只戒指 究竟是属于什么品阶的物品 但是他很清楚 储藏空间越大 就会表明这只戒指的品阶越高 我们之前说过 袁撒宗宗主王宗葵 有一只乾坤戒指 可以装到整个袁撒宗大殿进去 而灵乐宇现在这只戒指 明显比那只乾坤戒的空间大得多 整座五元峰都能装下 那就应该比那只乾坤戒指的品阶更高 一想起王宗葵 一想起袁撒宗 凌乐宇不由得一阵伤感 之后又是意粉填膺 巧儿就是写在王宗葵手上的 袁撒宗 如果我不死 我一定要灭你们 好 回来 这只储物戒指大就是大 哇 什么解救空 什么都没有 凌乐宇心想 你这么大只储物戒指 至少里面应该放些灵丹妙弱吧 但是他已经找到了多云 只能发现里面 有一份用玉石整成的信尖 除了那样东西之外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玉尖 应该是这句骨子的主人 修炼的功法吧 但是这件事 给我也没用的 我精密不通 根本就没办法修炼 凌乐宇坦叹气 不过 他还是将那张玉尖拿回来 是 以他九阳传物的资质 肯定学不到武林秘笔 但是现在有样东西看看 过日神也没打紧了 只见凌乐宇打开那张玉尖 發覺那張肉毯上面 又是一片空白 什麼都沒有 它忽然靈光一閃 猛然想起 藏經閣裡面 看到有一些關於高級功法的記載 對了 一般像這些記載著高級功法的肉毯 好像都是用神色直接查看 神色應該就是感應能力 於是凌落雨有時微微閉上眼 開始感應起肉毯上面的內容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集 煉花真陽可通神 錢民載族的書接上一會 話說凌落雨誤打誤撞 順著心裡面 那聲神秘的呼喚聲 來到山峰的地心深處 發現一具鞋骨 上面竟然有一隻珍貴的儲物戒指 而在他的儲物戒指裡面 就只有一張肉毯 只見凌落雨微微閉上眼 開始用他的神色 即是感應能力 去感應肉毯上面的內容 他的心神慢慢開始沉浸在肉毯裡面 慢慢慢慢 凌落雨的腦海那裡 好像出現了一個 很蒙茶茶的身影 而那個身影 又越來越清晰 終於 凌落雨看清了那個身影 那個身影是背對著他的 兩隻手又翹在身後面 過了很久 他長嘆一聲 然後就另轉身了 凌落雨看到這個身影 第一個感覺 就是孤傲和寧麗 不過 那個身影 挺好禮貌的 他對著凌落雨微微微一笑 就說了 你應該是我見到的第二個人 第一個人 他想著強行修煉我的三陽通神訣 現在應該都沒命了 那個身影 那個身影 眼神有點迷來 好像在回憶什麼 他繼續說了 你好 我 叫做雷奧 我原本出生於修真世家 不過 我天生三陽絕目 沒有辦法修煉任何功法秘籍 沒有實力的我 小時候受盡欺凌 於是 我窮二十年之功 終於創造出一種 適合自己修煉的功法 名為 三陽通神訣 我又花了兩百年的時間 來完善功法 最終 我憑借著這份功法 終橫還語上千載 那位叫雷奧的前輩 面上帶著一絲滿足和快樂 似乎 他又回憶起當年叱渣還語的歲月 哈哈哈哈 終橫了上千載 我也應該心足 不過 我馬上即將舉下飛聲 真是不忍心自己所創的功法 從此絕存於世 所以 我故意留下這一封玉尖 期待有緣之人來相見 不過 我這一個功法 非三陽絕密者切勿修煉 切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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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奧的身影 最後看了寧樂宇一眼 突然之間 又消失不見了 緊接而來的 是一大段 圓之又圓的口訣 憑空出現在寧樂宇的腦海裡 有變嗎 金丹圓英 定是修煉正徒 所謂追求天道 何為天道 不天生 經脈不通 不秀金丹 亦不修圓英 轉秀經脈 所謂三陽絕密 善天一點真陽之火 孕育其中 不煉化其為己用 亦未償不可 此功法 共分為三大境界 先輪第一篇 少陽片 一邊看會腦中 憑空出現的口訣 凌諾與心想 這個雷奧前輩 天生是三陽絕密 自己是九陽絕密 不過他所創的三陽通神訣 自己應該都可以用 只不過 他只有三條經脈中的真陽之火 可以連化 我有九條 難度肯定是大得多 少陽 太陽 陽明 三經脈 他每種只需要連化一脈 而我每種需要連化三脈 雖然難度大很多 不過原理應該差不多 凌諾與再想心一層 雷奧前輩可以創出三陽通神訣 憑我凌諾與的智慧 何不將它完善成為九陽通神訣 不過 這個三陽通神訣 要修煉的條件都太苛刻了吧 剛開始 竟然一定要在地心火墨之地修煉才行 借用天地火靈之氣 去引出經脈之中的真陽之氣 只有這樣才可以慢慢把它連化 凌諾與摸摸那副白肉鞋骨 就坦淡氣了 唉 這個前輩肯定是貪圖雷奧前輩的 這個三陽通神訣 本身又沒有三陽絕密 但就走到地心火墨之地 去強煉這個功法 結果 就被那些引入體內的火靈之氣 活活地被連化了 不過 剛好都成全了我的 都算是對我有恩 於是 凌諾與誠心誠意地 對著那副白肉鞋骨 就拜了幾拜 然後慶聰聰地走出密室 他現在最想做的事 就是修煉這個三陽通神訣 試試這個功法 對自己究竟有沒有用 但論天地火靈之氣 在岩漿邊上肯定是更加濃郁的 不過 我現在的身體 不知道能否承受得到呢 本來凌諾與想在岩漿邊修煉 不過思前想後 不太妥當 乾脆又回到密室裡 不過 現在密室裡還有一具骷髏骨 凌諾與硬是覺得有點不妥當 唉 沒辦法了 他唯有把那副白肉鞋骨拿出來 找了一塊低蛙的地方 就埋了他 好了 終於可以正式修煉了 凌諾與深深吸一口氣 按照那個三陽通神訣裡的方法 開始感應到周圍的天地火靈之氣 這個就是第一步 在地深火源之地 天地火靈之氣 原本是極其濃郁的 再加上 法訣裡所說 生據三陽絕脈的人 對於火靈之氣的感應 尤其濃烈 三陽絕脈有這樣的特性 九陽絕脈當然也是一樣的 只見凌諾與 盆室坐在密室裡 閉上眼 眼觀鼻 鼻觀深 一片飄飄渺渺 自然融合於天地 放完幾里 竟然遍佈著 物質質的火紅色光點 沒錯 這些火紅色的光點 真是天地火靈之氣 凌諾雨感受著他們的生機和活力 嘗試和那一點點火紅色光點去溝通 分享他們的快樂和悲傷 而那些火紅色的光點 就順著凌諾雨的意識 慢慢融入到凌諾雨的身體裡 一個 兩個 三個 無數火紅色光點被引入到凌諾雨的身體裡 一部分光點 就融入到凌諾雨的身體肌肉裡 令到他的身體更加有力量 爆發性更強 而更多的火紅色光點 就落在凌諾雨的身體經脈裡游蕩 雖然那些火紅色光點 看上去是盲中中在經脈裡亂走 但實際上 他們主要分佈在少陽神經附近 少陽神經 就是凌諾雨挑選的第一個目標 出來了 終於出來了 凌諾雨感覺到自己身上的那股熱流 竟然有時憑空出現 這股熱流應該就是自己的目標 少陽神經裡的真陽之火 感受著經脈裡濃郁的火靈之氣 那股熱流好像很開心 猛然撲過去 逐點逐點就開始蠶食 在凌諾雨的刻意控制下 那點真陽之火 距離他的腦巢 少陽神經 就越來越遠了 慢慢就開始步入 凌諾雨為他精心準備的包圍圈 這一次絕對不能失敗 失敗了 再想引他出來就懶了 就是現在 好了 凌諾雨把那點真陽之火 引到指定的位置 他聚集起所有的火靈之氣 猛然間向那個熱流撲過去 真陽之火和火靈之氣同屬火系 雖然真陽之火的等級 比火靈之氣要高得多 不過數量上是遠遠無法相比的 更何況外界的火靈之氣 仍然是源源不斷地湧入 凌諾雨的身體裡 有變的 善天真陽之火 引聲極強 需要完全消滅他們 是不可能的 所以當年雷奧想到一個辦法 用大量同屬性的火靈之氣 去同化他 只要去除到 善天真陽之火的野性 就有可能完全煉化他作為多用 凌諾雨現在所採用的 正是這個辦法 好了 看回凌諾雨經脈裡的情況 那些先天真陽之火 瘋狂地吞噬著不斷湧入的火靈之氣 不過火靈之氣 非但沒有減少 反而越聚越多 那點真陽之火和人吃東西一樣 你吃得多都會滑 明顯他吞噬的速度 慢慢地降低下來 他應該已經差不多到極限了 他想退回去老巢 但是退路已被密真的火靈之氣狀極狂 空搭著不抜 那個時候 凌諾雨的意識 慢慢地接近那點真陽之火 就好像得勝回迎的大將軍一樣 開始劝行自己的俘虜 一遍 兩遍 三遍 當零樂與雙眼猛然張開的時候 雙目中精光暴射 三揚通神訣 不 應該是九揚通神訣 第一步已經成功了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集 神功小城 火難侵 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會 話說零樂與在地深深處的密室內 無意中得到一隻非常珍貴的儲物戒指 戒指內有一張玉尖 上面記載著一位中環環宇賞千載高手雷奧所創製的三揚通神訣 這位雷奧本身身負三揚絕密 因為經脈不通 不可以按照正常的方法去修煉 反而零匹契徑專修精密 將自己體內的先天真元之火 煉化為己所用 這一個方法 零樂與適合河車 他照版煮碗小肆牛刀去修煉 終於有成 只見他擔高頭 大叫一聲 發洩著他心中的唱快 十幾年了 他是第一次感覺到身體內 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湧動 他看著自己的手 插成一個拳頭 雖然 現在的手瓜還是恩挑鬼命 但零樂與知道 自己現在的拳頭比起以前 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於是試一試 對著石壁 一拳扔過去 只聽見 一聲巨響 那座石壁 竟然鑑生 被他打了幾尺深 拳頭這麼大的洞出來 你要打散一座石壁不難 你要在一座石壁上 只打拳頭這麼大小的洞出來 難度就大得多了 因為不僅需要速度 還需要你的力量集中在拳頭上 不讓它分散 單單只是這段時間的強化 只是身體肌肉力量 竟然已經不下普通的先天高手 這個三揚通神訣 果然奧妙無方 難怪那個雷傲 單憑這個發決 竟然能縱橫橫於千載 凌落雨看到這樣的效果 非常滿意 單單只是純復這一點真陽之火 而且只是第一步 接下來我要做的事 就是要將這一點真陽之火 融入經脈之中 只有當少陽神經 完全變得金黃剔透的時候 自己到這一脈的修煉 才可以算是大成 才可以繼續修煉其他經脈 真是期待 這一脈大成之後 我自己的力量 到底會到達什麼程度 各位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般修煉 講究是天人合一 追求和天地靈氣之間的契合度 借用自身的一些靈氣 去引動天地之間的靈氣 去進行攻擊 而這個三揚通神訣 明顯和其他修煉方式不同 他首先要從身體內部開始修煉 講究的 是要將真陽之火 天地火靈之氣 融入到身體的各條經盟裏面 所以 你單單輪起你的肉身力量 近戰攻擊強度 顯然就比其他修煉方式強得太多了 寧樂宇得此其餘 知道自己命不該絕 他握著拳頭 打了一記空拳 心想 老天 我寧樂於 絕對不會任人如玉 修煉 只有最大限度地增強自身實力 才可以令自己有更多自保的資本 接著 他又會走進密室裡 開始呼躁漫長的修煉之旅 是 光陰此戰日月如梭 滾燙的岩漿仍然不停地翻滾 但今日唯一不同的就是 在岩漿上面 端端正正還坐著那個人 只見那個人赤身露體 在翻滾的岩漿上面坐直直 雖然岩漿還時不時翻滾涌動 但那個人坐到穩如泰山 任憑那些熱烈烈的岩漿 不停拍打自己的身軀 但他就絲毫無損 在這麼高的溫度下 那個人全身的肌膚 就晶瑩如玉 完全看不到有燒傷的痕跡 你再仔細點看下的話 那個人全身上下 竟然被一陣淡淡的 好像不停流動的淡紅色光芒籠罩主 時光飛逝 已經過去了三年了 在岩漿上面那個人 不用我說大家都知道 就是零落雨 這個時候 他慢慢張開眼睛 但神情就比較屈滿 他皺著眉頭想 雖然岩漿之中的天地火靈之氣更加濃郁 但我自己依然沒有任何進境 難道這些就是所謂的平頸 有聽書的朋友應該還記得 零落雨還在懸殺中的時候 他可能只剩下一年命 但在這座山峰的地深深處已經過去了三年了 這三年來 以前每天會發作一次的九陽絕密 發作的時間間隔就越來越長 最近這一年一次都沒有發作過 而儘管這三年的修煉 零落雨的身體也已經強化到一個恐怖的境界 以他現在的實力 大無私讓走出去 和普通先天強者的發氣硬隙都不會害怕 而第一條經脈幾乎全部變成金黃色 就差一點點 但最後這一點點 零落雨始終都融合不到 零落雨深想 唉 修真六大境界 足機 結丹 金丹 元嬰 離合 道劫 自己都不知道 跟哪個境界差不多 按照雷奧所說 他是一墨成結丹 二墨成元嬰 三墨大成就已經盜劫快來飛升 他只收三墨 零公子我有九墨要修煉 至於自己究竟是相當於什麼境界呢 真是烏水上沒有知情況 不過零落雨可以肯定 自己現在對陣一些一般足機旗的高手 絕對是不能輸的 或者就算是結丹初期的修真者 自己都還可以拼命 因為五行裏面 論到攻擊性 火無疑是最強的 而自己 完全是吸收身體裏面的真陽之火 以及天地火靈之氣去修煉 單論攻擊強度 比起一般同階的修真者來說 肯定是非常不少的 既然現在修煉入了平頸位 零落雨心想 可能就是啟示 要讓自己到外面逛逛逛 看看有沒有甚麼機緣巧合 可以突破平頸 順利進入下一個境界 不過 join 前 還有一件事要做 在地心火墨入面 零落雨已經流離了三年時間 在這三年時間入面 那把神秘的呼喚聲 始終沒有停止過 剛剛進來這裏的時候,自己肯定不夠Cally 根本沒辦法進入岩漿裏面 不過現在呢? 凌諾雨對自己相當自信 經歷了這麼久的真火煉體 對於火的抗盛 凌諾雨已經到了一個恐怖的地步 就算自己在岩漿裏面洗澡 那些溫度,根本就傷不到自己 不過,凌諾雨畢竟還是有智慧的人 稍微謹慎一點也是好的 岩漿的表面溫度和岩漿下面肯定是差很多 萬一真的受不了,以自己的身體強度 如果只是想全身而退的話,問題應該不大 想到這裡,凌諾雨掩扎頭,縱身一跳 跳進去滾燙的岩漿裏面 它開始向下潛了 五丈,十五丈,三十丈 隨著凌諾雨越潛越深,岩漿的溫度也越來越高 原本的岩漿是火紅色的 潛不潛下 它四周圓的環境變成灰白色 那些火的顏色越淡 證明溫度越高 而且不僅是熱 越潛下去下面 凌落雨受到壓力越來越大 就頂不順了 如是者 它潛了幾百丈 那些岩漿 開始變成模式透明 這個時候的壓力 簡直差不多要壓扁凌落雨 似乎不將它壓成粉碎絕不甘心 而這個時候 凌落雨互體的那陣淡黃色光芒 在龐大的壓力底下 竟然被擠壓到 好像那些蕃茄泡一樣 隨時都會爆 而灼熱的高溫 亦都令到凌落雨額頭上 不斷滲汗珠出來 不過 溫度越高 火靈之氣就越加囊 在那份龐大的壓力底下 濃郁的火靈之氣 竟然以一個恐怖的速度 飛快地融入凌落雨的身體裏面 令到她的身體強度更高 又引性更強 而凌落雨這個時候 覺得距離那個神秘的呼喚聲越來越近 不過 那種高溫灼熱的感覺 同時又被龐大壓力 瘋狂擠壓的感覺 真是快要頂不順 她咬著牙子死忍 還有三十象 最後的三十象 如果再潛三十象都未到底的話 就要馬上走人 零六月咬緊牙關 繼續向岩漿底層潛下去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